大家好,这里是Jeff科技视角,今天讲一讲苹果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头的AI,凑个热度,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只是聚焦于有关AI的部分 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苹果公司以软件为重点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叫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简称WWDC,吸引了全球的眼光 那么其中大家最关心的实际上就是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新的进展或者新的功能 Overall来看,这次主要推出的是iOS18,iPadOS18,以及相关的一些新的可能大家觉得非常fancy的计算器 终于有了计算器,但确实也真的是挺fancy的,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那么还有相关的新的MacOS,红杉版 好,首先先讲一下这个苹果正式宣布和这个OpenAI合作 将XGPT集成进这个苹果系列的产品 尤其是Sera这边 那么同时呢,Sam Altman也非常给面子 出奇了这次的WWDC的大会 当然他没有上台,只是在台下站桩啊,就是帮助苹果这个站住阵脚啊 给了果粉和苹果公司股票的持有者的一个最大的定型丸 但尽管是这样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苹果的股价实在是比较凄惨一点啊 可以看到今天啊,从发布会中间还马马虎虎到了这个这个时候 一直拖到这时候,实际上啊,AI还没有正式谈到 就是苹果这次最新的Apple Intelligence还没有谈到 所以就往下跌了一下 然后紧跟着就谈到了,然后股价又谈起来了 然后呢,听着听着大家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excited,让让人特别激动 所以呢,就又下了 后市呢,基本上就还是比较淡了 所以苹果这次的AI相关的功能呢 应该说,基本上跟大家想象的差不多 没有什么特别让人特别吃惊的功能吧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哈 苹果呢,并没有这个放慢自己 建立自有AI系统的脚步 虽然苹果这次是跟 OpenAI全面合作了 但是呢,这个苹果这次自己发布的 Apple Intelligence的核心功能 是苹果自己开发提供的 这个首先要强调一下 大家不要觉得是OpenAI做的 那么和OpenAI呢,在GPT模型的合作方面呢 还是有所保留的 并不是完全的无缝集成 注意哈,这个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 苹果的人工智能呢 目前还没有办法处理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的这些 Sever的请求 所以呢 苹果会提示用户 是不是要连接XGPT 也获得更好的答案 同时呢,苹果还允许 XGPT与操作系统的其他 区域连接 比如说使用人工智能 帮助撰写文本啦 或者座椅 这个邮件的优化啦 等等啊 那么基本上 一方面呢,苹果提供这个功能 另一方面功能提供的比较克制 就是让用户决定 什么时候 以及在什么范围内 要使用XGPT 相应的数据也 做了一些相关的控制 当然了 这个马斯克肯定是不会放过 调侃这个苹果和 OpenAI的这样的机会的 他就在自己的X上 发了一张图 就是说啊 你看这个两个人 这个男 男孩子的吸管是插到女孩子嘴里 女孩子的吸管是插到椰子里头 那么 那么男的呢 就是OpenAI 女的呢 就是这个苹果 吸管插的那个水果 就是用户 就指的是 实际上用户的数据 通过苹果 最后还是到了XGPT这边 当然是一个玩笑了 并不完全是这样 我只能说这个 马斯克还是挺能抓重点的 不过这个 我觉得稍微有点 不是太准了 只是做一个笑话 看看可以 当然了 苹果本身表示 XGPT呢 首先会是在OpenAI 自己的服务器上运行 换句话说 苹果调用的XGPT的功能 还是在OpenAI 自己的环境里头去让的 那么这就是马斯克 为什么调侃这个 苹果跟OpenAI 这种这个数据 倒来倒去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 苹果跟OpenAI 也确定了一些特殊的条件 就是用户信息 不会和XGPT共享的 那么换句话说 OpenAI呢 是没有办法识别 特定用户的查询 就是OpenAI 可以在一个绘画里头 通过苹果那边知道 这有一个用户进来 然后他不断的 进行查询交互 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session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对应到 到底是哪个用户 使用GPT的相关的历史数据呢 也不会保留 那么XGPT呢 未来在苹果平台上提供的呢 是免费的版本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3.500了 目前就是3.500 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用户的详细的信息 你只知道 只知道他是一个苹果的用户 但是如果你订阅了这个XGPT的这个高级功能 比如说像我订了这个GPT for all 那么呢我可以在苹果上关联我自己的GPT的账户 然后去调用这个这种高级的订阅的GPT for all的功能 但是呢 这个账户的状态就会暴露给OpenAI 换句话说 订阅的用户是无法避免被OpenAI了解到身份的 这个实际上也是make sense的 因为相当于我自己本身就是在OpenAI那边 有了一套完整的注册资料 所以呢 让OpenAI使用这个高级功能 让OpenAI知道是谁在使用 这也是这个非常正常的 那么目前基于XGPT相关的这个苹果设备上的功能呢 时间还没有定大概什么时候推出 预计的是今年晚些时候 我估计可能要到夏天到秋天了 好这是一个重要的啊 这次发布会上谈到的 苹果平台上的AI的功能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啊 这次最新推出的Apple Intelligence 那么Apple Intelligence有多重要呢 这次发布会上反复被提提及了超过60次 所以呢是苹果目前最核心的这个AI的功能 那么核心它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基于文本图像以及相关信息检索的时候 发挥人工智能的这种呃功能 而且是多莫态的功能 那么它的核心呢 就是一个是多莫态一个是跨Apps 它在查询相关信息啊 整合相关内容生成需要的信息 给最终用户的时候 它是可以跨越所有的相关的Apps 去整合相应的内容 而且内容是文本图像视频等等 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综合在一起的 好 那么呃对于最终用户来说 你呃使用功能的感知上 不光是比如说用Siri 你可以打字 呃呃而且呢可以跟Siri去做交谈去 通过Siri去寻找你特定的照片 比如说某个照 某个照片上呢有谁 那么你需要把这个人 在过去三个月跟你的合影都挑出来 类似于这样的请求 那么目前这个在发布会上说的Apple Intelligence都是可以 这个支持的 地址你跟Siri说好把这个地址添加到我现有的一个联系人的下面作为他的家庭地址 或者是你可以要求比如说把昨天的野餐的照片发一个短信发给妈妈对吧像这些相关的指令那么这个指令都是要跨应用 而且呢是处理不同类型的对象 所以呢这些在目前发布会上Apple Intelligence都是可以完成的 那么同时呢在这次演示里头呢 苹果还展示了使用Siri帮助填写一个PDF表格 在这个填写表格的过程中间还可以提取你的这个找到你照片 就是图图片库里头你的驾照的照片 然后呢提取相应的驾照的ID 输到你填写的这个PDF表格里头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信息提取啊 填入发送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些操作首先强调一下这个都是苹果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功能所提供的 那么至于XGPT能提供什么呢 它提供的是一些更复杂的操作 比如说啊 你看一下现在glossary store 就是你的超市里头现在在卖这些生鲜用品 好了你可能拍个照片 然后通过Siri问XGPT 你看现在今天晚上超市卖这些东西 你能不能给我建议一个这个菜单 我今天晚上基于这些这个可能的选择 你帮我出一个三菜一汤的菜单 我可以这个买这些生鲜回去做啊 而且呢我可能还提出一些更复杂的要求 比如说热量控制在什么 是减食餐还是这个 或者其他的一些要求的餐食 他帮你出菜谱给你购买的建议等等 那么当然你在调用XGPT的时候 是明确指示Siri是调用XGPT的 否则的话Siri是不会主动去调用 就是一定是让你清晰的知道 你当前是在调用XGPT 不是用Siri这些核心的功能 当然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之外呢 比如像这个为NOS 为Mail 为Pages添加总结 重写内容 或者做一些校对的工具 工作等等 那么当然了 其他的一些比较 大家经常会试的 比如说写个诗啦 或者是写个其他的相关的创作功能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相应的这个 扩展的功能 比如说语音的转录 像这次苹果正式推出了 这个电话应用程序的录音 那么作为新的AI功能的扩展 那么相应的录音 它也可以直接转成文字 进而生成相应的摘要 当然你录音之前 这个对方会收到一个通知 说你当前正在被录音 当然除了这个语音处理之外呢 还有这个图像生成就是所谓的这个表情符号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可以根据你自定义的一些要求 去生成贴纸 或者生成表情符号 所以这个语音也好 图像表情符号生成也好 这都是目前的这个Apple Intelligence 有关多模态的这部分功能 除此以外呢 当然还有这个通知 就是它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通知 进行优先级别的排序 然后把最重要的通知 而不是最新的通知 放在这个整个通知对列的顶部 那么如果你收到大量的 比如说群聊的信息 它还可以帮你总结聊天记录 不用去翻所有的内容 去知道大家现在正在聊什么等等 那么我在这边说到 这个这部分多模态的这种 AI的功能是由苹果自己提供的 大家肯定会觉得 你怎么知道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苹果呢 实际上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在两个月前的时候 专门发布了一个相关的paper 就是讲到目前苹果最新的 这个Mobile UI的understanding的 多模态的大元模型 叫MLLM 就Multimodal的Large Language Model 这个最新的paper里头 实际上已经明确的 说明了目前苹果 这个大元模型多模态 大元模型能够达到的功能 首先 好 我们看一下它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的 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去年10月11号的时候的这个paper呢 当时是前面一个早一些的版本 Feret Feret这个呢 当时它就是专门去做这种 基于不同的 granularity 去生成对于图片的内容进行信息提取的这样一个功能 你可以看到这个事例里头 input这些相关的信息 output呢 它会去做相应的 这个内容的识别 比如说 你去提问 在area regional0这个位置是什么 什么动物 它会告诉你 在regional0的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Feret box0的这个位置 它把整个的这个边界给你框出来了 那么你还可以继续的问它 在regional1又是什么动物 然后呢 是不是同样的动物 然后它会框出来 这个box1是什么 然后同样类型的动物 但是是另外一只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是当时苹果开发出来的 这个所谓图像内容 识别的大模型 那么同时和当时主流的一些模型 做了一些相应的比较 这个详细的内容 我就不往下走了 那么今年的这个功能呢 则是在这个基础上 做了进一步扩展 那么我们知道 实际上呢 手机应用 它最终的这个识别过程呢 就是针对手机屏幕显示内容 来进行识别 然后最终判定你 显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新的 这个4月份发的这个paper里头呢 它现在这个Feret这个模型呢 专门加了一个UI 就专门是做这个 user interface内容的识别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示例里头啊 这最最先的这个示例 你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苹果的 呃 一个应用的一个展示的界面 所以呢 这边可以看到它 首先它会按照不同类别 比如说Widget啊 一些小图标啊 icon啊 或者其他button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会做一个相应的识别啊 比如说这个是文字性信息 就用绿色来表示 那么button呢 就用红色来表示 这些跳转呢 可能用黄色来表示 其他的一些 Widget 这个呢 就用这个粉红色来表示 所以呢这边 首先它可以完成一些基本的 呃 任务啊 比如说呃 去分类一下这个point zero是什么 是什么类型的Widget 那么 它的回答呢 就是OK 这个point零呢 是一个button啊 可以看到 这个 对point零是一个button 然后呢 再问这个 这icon type 呃 Widget box一是什么 然后 这个box一这个呢 它识别出来是一个lunch啊 是一个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跳 跳转的功能 然后呢 再去问啊 在element 这个 是一个什么啊 它 它是一个box 是一个文本 文本里头相应的内容是 这个 reminders don't forget use reminders 就是这样的内容 这个是基本的 相当于 呃 对象的识别和内容的问答 那么 进一步的 还可以有些 advanced 的task 比如说 how do I open the reminders apps 好了 你怎么去打开它呢 它就告诉你 你可以点击这个open button box零 来去打开 这个application 另外的一些 比如说 比如我需要去launch什么呀 或者是我需要去 观看什么内容 它都会给一些相关的交互 那么这些交互的内容呢 就是在现有的 所有对象啊 它的属性和内容识别的基础上 做相应的判断 然后给出的回答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advanced tasks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回头看到哈 这个呢 是最早我们识别一个一个对象的 这个功能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针对移动应用的界面呢 它又可以进一步的去 分类识别相应的内容 和对应的功能 模块 所以呢 这个应用呢 是在原来的FARID的 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呢 又做了进一步的提升 和优化 那么基本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这是基础的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然后你在现有的这个 标准的屏幕显示内容的基础上呢 它去做各种各样的resize 去做 调整它的尺寸大小 来把它作为一个一个的 这个 类似于token一样的 放到模型里头去做 encode 我们这个熟悉 transformer模型的 可能都知道哈 有一个这个encode的功能 所以呢 首先把它这个图片 你要识别的这个对对象 去做一个low resolution的 处理 就把它的这个 颗粒度 清晰度降低 然后呢 去更更方便 识别它这个大块的一些 基本的内容的属性 当然还包括去生成 很多很多的subimage 一些局部图 去识别局部的这些 特定对象的细节 来去最终了解 整个图片里头 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后面它相应的 你看这个UI 它实际上训练的 这个方式 还是很多的 这个基于不同的 这个分辨率 Android手机 iPhone手机 基于不同屏幕尺寸的 这个训练测试 那么 相关的 训练过程 最后相应的结果 这个还 一些benchmark的比较 这个就不多说了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模型实际上训练的 还是蛮充分的 而且是跨平台 不光是训练的iPhone 同时还训练的Android 所以未来 苹果如果把这部分功能 开放给这个非 苹果手机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当然它在识别准确度上 iPhone手机 它的准确率 目前看来是会更高 高一些 这个就不多说了 所以可以看到 整个的这部分过程 苹果还是追上来了 它并不是用 第三方外部的 这个模型能力 而是完全靠自己的 这个研发能力 去build up起来的 那么相关的项目 就是在Github上 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Apple的ML Farant这个项目 所以说到这里 大家就知道了 苹果这次 Intelligence 还是有不少东西的 只是说这个东西 可能没有那么fancy 但是核心 还是苹果自己来提供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 这个老的苹果用户来说 你看我用苹果手机 已经用了十几年了 应该是从2011年 就开始用了 当时还是4 当时我在中国电信 做项目 当时用的iPhone4 你知道有多惨吗 没有卡的 烧耗的 然后我还要找市场部的人 因为我当时正好在给 这个功课部做项目 然后通过他们找到市场部的人 把这个号码烧到我的手机里头 然后才能用 后来 所以呢 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 一直是在用苹果手机 所以呢 这次我也很关心 Apple Intelligence 我什么时候能够用上 但是现在看来 必须要换新手机才行 现在是要的iOS18 或者是iPadOS18 或者新的MacOS 才能用上Apple Intelligence的功能 今年夏天 首先会出现测试版 然后在秋天 推出正式版 广泛的推出 那目前呢 只提供英文版 后面 这个可能会出其他语言的版本 但是不管怎么说 始终都会是在最新的硬件上 老一点的这个硬件 可能就不支持了 这个我相信也是苹果 推动自己的这个用户 换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举措吧 而且需要强调一点 未来对于后台的这个 大语言模型的支持 就现在是当然是跟OpenAI集成合作了 但未来呢 实际上这个合作并不是排他的 晚一点呢 苹果还会考虑和Google合作 和Google的Gemina绑定在一起 就是你Siri在调用后台的大模型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选 是用GPT 还是用Gemina 或者是其他的 没准还有第三家 第四家 所以呢 这个用户自己来选择 调用的大模型的这个平台 这个给用户充分的自主权 当然 未来会不会在这个列表里头出现 百度的文心意言啊 或者是其他的中国的 大模型 我觉得也就很有可能了 因为这条路一旦打通的话 后面更多的就是 就是集成哪家大模型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了 具体的实现方式 那么对于中国市场来说 当然 且只能使用 备案了的模型 所以呢 在中国市场的话 估计大家还是用不上GPT 用不上Gemina 但是呢 还是可以使用自己最熟悉的 文心意言或者是 同意线问 或者其他的国产 大模型平台 好了 今天有关苹果发布会的 这个开发者大会的 有关AI方面的内容介绍 就到这里 当然最后还是强调一下 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苹果这次推出的 这个所谓的Math Notes 它的计算器的功能 确实挺惊艳的 可以去看一下 我自己都想赶紧把 这个iOS18 档下来试一试 好 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谢谢观看